乌军摧毁40名北韩精英 俄军苏34战机被击落 乌克兰囚犯兵立功 美国宣布新援助 德国解释延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原因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咱们先看俄乌战况简报 一 总体战况 今天是战争的第983天 在过去的一天里 前线发生了145次战斗 其中最激烈的是在库拉霍夫方向 乌军表示 俄军在社交网络上声称 已经完全占领了 恰西夫亚尔和托列茨克的信息并不属实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声明 占领恰西夫亚尔和托列茨克 相关的占领信息 可能是俄罗斯基层组长单位 和俄罗斯军事博主发布的 乌军说 俄军已经改变了战术 他们会派出零星人员 穿过恰西夫亚尔郊区的运河 然后偷偷躲在地下室 或者被毁的房屋中 这样做的目的是往 试图攻占的地区派遣一些先前队 这样在发起总攻的时候 有个侧影 但无许能识破这些招数 并驱逐他们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完全占领了乌克兰 断裂茨克地区的 利奥尼迪弗卡村 这个村庄位于纽约村的北面 而在线地图和 戴波斯达的地图 还没有把它的颜色化掉 所以俄军是否真的占领了这里 我们还要观望一两天 另外还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乌克兰全为军事媒体 国防快报刊登专栏万丈 援引太阳报的消息称 乌军已经消灭至少40名精英北韩士兵 他们有俄罗斯指挥部部署 以重新夺回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 消息称 目前有一名身负终身的北韩士兵 正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俄罗斯人派我们发动袭击 但乌克兰人用大炮和无人机打击我们 他还说同批40名北韩士兵都死了 只剩下受伤的他 他说他们最初被告知叫守卫基础设施 但是相反他们被骗了 被拍往库尔斯克地区执行战斗任务 俄罗斯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没有战察 没有弹药 也没有足够的武器 目前乌克兰其他媒体 暂时还没有出现40名北韩士兵被打死的消息 太阳报的这片爆料是否属实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认 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则消息似乎满足我们对北韩士兵参战的一些想象 没有战察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战察 没有弹药和武器是因为用不着 他们只是用来暴露乌军的火力点 关于这个消息 我们再观望一下 二 俄方损失 暗巫总参今天发布的数据 到昨天为止 俄军已累计上望69万7680安 新增1270安 坦克9170辆 新增8辆 装甲车18487辆 新增17辆 火炮2076门 新增37门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整个10月份 乌军摧毁了大量俄军武器装备 总价值超过27亿美元 其中包含923辆装甲原兵车 279辆坦克 1184套火炮系统和31套防空系统 俄军还损失了41980安 三 虹吸方面 昨晚 乌军武人机成功袭击了斯塔福洛布尔边疆区 斯维特洛格尔站的一个重要俄罗斯游客 另外 根据与俄罗斯军用航空有关的俄罗斯消息来源称 一架俄罗斯苏34战机与机组人员一起被击落或坠毁在某处 4 乌克兰囚犯并立功 乌军第57摩布鲁石克瓦尔营的士兵 在对沃夫昌斯克一座高层建筑废墟的攻击中 打死了一名俄军士兵 俘虏了另外15名 画面中有5名被俄的俄军正在被带走 值得一提的是 石克瓦尔营由自愿加入乌军的前罪犯组成 另外有一次来自中东的消息 咱们就放在这里一起说了 乌军宣布消灭了哈马斯政治局的最后一名成员 伊兹丁卡萨布 这个人负责哈马斯的外部关系 包括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恐怖组织之间的协调和联络 援助方面 一 美国宣布了一项新的队伍援助计划 估值为4.25亿美元 其中包括南沙姆斯和哈马斯系统的弹药 独刺导弹 CUAS移动导弹系统 空对地导弹 155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弹药 投射反坦克导弹 以及标枪和AT-4反坦克系统 还包括史翠克装甲优兵车 轻武器和弹药 其他设备支持和服务等 这笔军援计划是通过总统特别提款授权提供的 意味着可以立刻从美军仓库中起运 两天前 CLSD公开抱怨2024年美国援助乌克兰的608亿军事援助预算 到现在为止仅有10%运抵乌克兰 很多川普支持者据此认为 这证明拜登有意延误对乌援助 但我们认为不要急着下结论 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表述上的误解 因为608亿军员并不是全部运到乌克兰的 其中有相当的比例是用来补充美军库存 以及进行军工动员 乌军现在也不像上班的那样 频繁和强烈的抱怨破坦不足 所以仅有10%的预算被运抵一事 我们还是可以等待更具体的说法和解释 既不要误解川普 也不要冤枉拜登 二 朝鲜外长崔善基两天前飞往莫斯科进行访问 他与拉夫罗夫共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并表示 北韩将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直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看到这样一则 公然视联合国相关决议为废纸的消息 真让人感到无奈 三 德国解释延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原因 德国政府发言人赫贝斯特雷特近日表示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障碍 与其说取决于财物 不如说取决于适当系统的可用性 这话喊拗口 意思就是平静不在于没强 而在于没有足够多的武器可以提供 当有记者办 北韩军人卷入乌克兰战争 是否会促使舒尔兹 同意对乌克兰提供兼牛座导弹时 赫贝斯特雷特坚定地表示不会 他还排除了德国政府支持北约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 赫贝斯特雷特的话符合我们之前一贯的判断 由于武库中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以提供的东西 所以西方盟友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不够且拖拉 这首先要归咎于欧洲国家多年来对军事的投入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 俄罗斯人正是看到欧洲人没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才更加敢于铤而走险 川普未必欧洲国家增加军费无疑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来说 战争已经进行了快一千天 欧美国家的军工动员还是拖拖拉了 目前乌克兰盟友国家的炮弹产能 差不多是130万发每年 就这还不能全部运到乌克兰 而俄罗斯一家就有300万到450万发每年 这不能不令人极为担忧 四 乌克兰国防部称 截止10月底本国已生产128万架无人机 预计到今年底还能再生产36.7万架 大大超过今年原定生产100万架无人机的既定目标 其中包括能用于攻击后方伸出的远程无人机 以及用于近距离的FPV攻击无人机 用于粘插的小型四轴无人机 有意粘插无人机等各种类型 2024到2025年期间 已经签订的无人机合同总数已达到创纪录的180万架 投资了约35亿美元 订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乌克兰人自成的大量无人机 有力的补充了炮弹的不足 为前线提供了侦察手段 也让缺乏远程火力的乌克兰人 得以对俄罗斯腹地删除的目标不断加以攻击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 感谢您的耐心瓜咖 咱们稍后再会